新竹市政府在春节期间整合各局处 推出好便利好安心好好玩三大措施 方便民众在春节前的大型垃圾清运 春节期间的祈福拜拜或是游玩景点 都能够透过U-Bike穿梭各个大小景点 家家户户都有打扫家里的这样一个习惯 那过去我们都可以在新竹市看到 在年节前有很多很多的街角 都看到很多大型垃圾堆滞的情况 那我们为了要减少这样一个对市容影响的一个状况 今年环保局特别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就是市民只要打1999专线的服务 我们在1月24号以前大家预约好时间 我们环保局的同仁就会到府上 来为大家将这些大型的家具 清运干净 而且都是免付费的 外地的民众来到新竹市 可以透过我们提供的祈福专车 全市趴趴走 到我们几个大的庙宇去祈福拜拜 那当然除了到庙宇拜拜之外 新竹市有很多巷弄间的美食 还有许多的咖啡店 甚至有很多伴手里的专卖店 我们都希望透过除了这个祈福专车以外 大家可以在我们为大家所准备的这个 U-Bike的30个站点 透过U-Bike来到这每一个地方 环保局表示春节期间垃圾清运方面 大年初一到初四停收垃圾四天 除夕及初五则依照星期一手云路线 原来下午改早上收 晚上改下午收 采延线收集机动雕度方式 来满足民众倾倒垃圾的需求 初六起全面恢复正常垃圾清运作业 凯博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 银行锇